昨天跟着我师父去农村抄电表 检查电表的时候 当场抓到一用户在偷电 他的手法很高明 用一个口罩就能让这个电表转得很慢 甚至是不转 究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各位电工同行 如果以后去查偷电漏电 可以借鉴这个方法 一下子就能把他给抓住 他用一个口罩 把这个口罩剪开 这个口罩里面都有一个金属条 就是这个东西 看到没 他把这个金属条拿出来 找了一根筷子 像这样子 把它缠在了这个筷子上面 之后两头这样子来弄的 给大家来看一下 手段是不是很高明 直接用胶带 把它给缠在这里 直接向这个位置给它缠简 那么这两头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用一个打火机啊 把这个给它烤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的 之后把这个线给它剥开 这个口罩里面都是一个金属条 对吧 他就用这个东西让这个电表转的很慢 甚至是不转呢 他用的时候就把它直接像这样子插在电表上面 给它往里面插 就是这样子来用电的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插一个口罩里面的金属条 这个电表转的很慢 甚至是不转呢 这个就是正常的电表接线呢 我们去的时候 他就把筷子直接顶在这里 我们一眼就抓到他了 这个是进来的火线 这个是出来的火线 这个是零线 我们都知道 电表的内部有电流护感器 他只系量火线 不系量零线 当时看到他这样子 估计是他晚上用电的时候 白天忘了把这个东西拔出来 这个东西他用的时候插进去 不用的时候拔出来 估计他白天忘了 那么这就相当于 这个火线没有经过电流护感器 直接去到了家里面 这个是去家里面的火线 这个是外边的零线 这个是去家里的零线 那么他用的时候 就把他给插上去 不用的时候就把他给拔下来 这样子来偷电的 如果不是他忘记了 估计啊 十几年也不会有人发现 因为用的时候插进去 不用的时候拔出来 真的是很难发现的 朋友们千万不要这样子来干 这是偷电 他回头违法被抓住 是要重罚的 千万不要这样子干的 分享给你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